天性瘾手術 它本身是一個很辛苦的工作 我們常常做完手術之後 好幾天都沒有辦法好好睡覺 每天晚上還要下班的時候 還要去看病人 那病人的狀況也會比較多 所以在國內目前做這個手術 的醫生不多 我大概平均一年大概做二十幾例的病人 那過去幾年我大概男變女 大概一年有二十幾例 女變男一年大概三一到五一 目前的情況是這樣 就精神科醫師的統計 我們在台灣的 要變性的病人的這個發生率 大概是每兩千個人當中會有一個 就是說以兩千萬人口來講 應該大概會有一萬人需要做這個變性手術 那其中希望變成男生的比例會比較高一點 會比希望變成女生的比例高一點 這個跟世界上其他國家不太一樣 大部分的國家都是要變女生的比例會高 但是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案例是變女生的病人比較多